野哥 野哥 我找到你女儿了 真的 她现在在哪儿 她好吗 你放心 她很好 她刚刚成亲 你可以放心了 你真没想到 我们又可以重逢了 你找到了我的女儿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你就受我意外吧 野哥 你怎么能行此大礼呢 不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你一直照顾着我 我的情理告诉我 没有想现任何人 是你 让我知道这个世上 还有善良和良心 你就受我一拜吧 这一切都是缘分 我们是兄弟吗 我怎么能受你的大礼呢 不 你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 还帮我找回了我的女儿 答案不能不报 这样吧 我带你去看一些东西 你跟我来 野哥 这已经被人发现了 还到这儿来干嘛 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千万不要离我太远 走 野哥 你要带我看的 就是这些壁画 这只是一部分 还有很多 你跟我来 这些都是太极的招式 这里共有四个东西 太极十三世的英飞尽在其中 太极十三世 对 武当功夫博大精深远远流长 当年求主击死后 张三丰雷鸣听力 风雨关流 把武当功夫发扬功大 入出最高境界 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太极十三世 我们身为武当弟子 都能得起真传 怎么你 是不相伴 我流落黄山野岭几十年 从张三丰雷鸣出太极十三世 到窗里的城堂过着 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是偷看 也不能算是偷看 他在黄野练权 我在黄野生活 其实 是碰巧看到而已 最后 就真的有点 爱因此吧 都得看得清楚明白 才能心安理得 难道你没被祖师爷发现吗 张三丰 在黄野练权 是为了避开人们的耳目 而我 早已与深山混为一体 我只是兽 而不是人物 我可以睡在大树之上 动也不动 也可以躺卧草丛 夜看繁星 我的根本 就是等同野生的生活 难道 张三丰 在练权时还担心 森林的飞禽走兽来偷看吗 这也许 就是我这么多年 没被发现的原因吧 那这几十年过去 你尽得他的真传 也不尽然 从来没有正式交手 很多招式 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也缺乏内部 新发的赌注 只能自行天佳 森林野兽 求生格斗方式 以它为另类 斜派太极 这也算是一段奇遇的 是啊 现在这个奇纹 给不到你了 野哥 你带我来看这些地方 我是想 你帮我找回女儿月婷 我本该好好感谢 你又是我的笔子 应该交给你呀 来 你好好静下 证下证证 诶 林野兽 虽然我很想学得太极的真传 可是 我想光明正大的学 不想这样子 我摸的 哎呀 你是武当弟子 你怎么是通通不过的呢 就因为是武当弟子 所以才要从正途学太极 你说的 诶 既然你这样坚持 我也不勉强 要是月徒的夫君 像你这样正直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诶 事后不早了 回去吧 好